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难得的汇报和采访 让我们大家体会到 人间各种苦难都有它的根源 同样的种子就会结出来同样的结果 下面我们要采访的这位老师 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女强人 她是女强人当中的女强人 女超人 她的学历 女硕士 是个硕士 而且呢 她有国际注册会计师的资格 这个国际注册会计师是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的公司如果在国际上 在国外上 像纳斯达克要上市的话呢 一定要有国际注册会计师的签字 这个是她的证件 对 你看 这就是她 女超人 穿上了超人的衣服 那么她的那个国际注册会计师 对 这是 毕业文凭 那么 一般人呢 不要说女子 男子都很难考得上 这样的地位 她这个大笔一辉啊 你的公司就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 所以说国际注册会计师凤毛麟角 你看 这样的一个女老师 40多一点 有了这么辉煌的成就 是不是很成功了呢 按照今天的很多人的判断标准 很成功 但是在她自己看起来啊 很失败 不但是失败啊 还很痛苦 什么原因呢 我们下面呢 就开始这个采访 还是 我们先要问一下 当年的种子 是什么 怎么会结出来一个 痛苦的结果呢 灾难的结果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 这位老师啊 小的时候 受的什么样的教育 是一个什么样的 女孩子 大家好 我呢 来自四川 我从小啊 长在一个就是 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家庭 我们家里呢 男女的比例是五比 一比五 我的家里面是爸爸一个人 然后呢 其他就是外婆 我妈妈 然后我们姐妹三个 在我们家里面呢 通常都是妈妈说了算 由于我妈妈她对这个家庭的那个贡献特别的大 所以啊 在家里面 无论是大事小情 一定是我妈妈说了算 在我们家有一个传统 就是我爸爸给我妈妈洗脚 擦脚 就是丈夫给妻子洗脚 对 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 这很正常嘛 互敬互爱嘛 但是如果天天让丈夫给你洗脚啊 你不给丈夫洗脚啊 这个就需要讨论了 对 这个 这样的妻子啊 就很霸道了 就很强势了 所以她的妈妈 是个女强人的 这我都听出来了 对 那么对子女的影响就很大 对 我们妈妈对我们的影响特别大 然后她就 她的这个强人 她是表示在对丈夫的这个强势上 然后呢 她就 就说是 在外面遇到的什么不愉快啊 什么的 回到家里面呢 都是对我爸爸 到我爸爸那里去发泄 然后 可以当做所有的 来宾也好 客人也好 甚至是当着我们孩子 从来不避讳我们孩子的面 就可以训斥我的父亲 训斥爸爸 这样子就给我们 传达了一个信息 我就从他那儿学会了 可以不尊重男的 可以不尊重爸爸 那我 觉得我都四十多岁了 在我的印象之中 我觉得我没有给我爸爸买过一件礼物 但是我妈妈 她如果过生日 我们会从海外坐飞机回来 专门给他举行盛大的 这个生日的庆典 但是我的父亲呢 我们经常就是很忽略他 我们就不觉得爸爸在这个家里面 有什么很重要的地位 我们大家听到了 很多人都会提这个问题 尤其是最近一百多年来 西方的价值观 泛滥全世界 那么女子就会说 凭什么 凭什么我做女人的就不能在家里边 做妻子的就不能说了算 她讲什么 讲平等 讲平等 这个平等错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给大家打个比方就好懂了 我们看桃子这么大 桃子这么大 我们吃的那个 我们吃的枣都这么大 大枣这么大 这个东西长到这个时候 它就是这么大的比例 你非得让那个大枣长得跟那个桃子一样 这个就不正常了 好像是平等 错了 那你要问为什么 女子的天性有四个 头一个是柔顺 第二个是谦卑 所以说女人呢 不能够傲慢 我们听到这个老师讲 她的妈妈在家里边呢 怎么样呢 傲慢 不但傲慢还很霸道 那么这样的话呀 给孩子交出来的结果呀 这些女孩子从小 她就发现了 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呢 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完了 我们接着往下听 这个老妈妈称王称霸一辈子了 到了晚年 到了人生的 后半部分的 那个反作用力都来了 对 到了08年的时候 我妈妈呢 有一天突然就发现身体不舒服 到医院去一检查 乳腺癌 乳腺癌 对 然后等我得到信息赶会去的时候 他老人家已经被从手术室里推出来了 左边的胸已经被切除了 已经乳房切除了 切除了 对 然后呢 就是他就在康复 不到一年的时间 大概有就是八九个月的样子 然后呢 又打电话告诉我说 腰部剧烈的疼痛 我一听他描述这个症状 然后就上网上 一查 然后那个 所有的症状就特别像就是乳腺癌转移 他那个乳腺癌转移的第一个标准就是 就是那个特征啊 就是腰部剧烈疼痛 然后赶紧又送到医院去检查 一查 还好 不是癌症转移 但是呢 他是那个腰椎 腰椎里面那个骨头里面的骨髓啊 严重的流失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第二个手术 往那个腰椎里面打进去一种化学 化学的物质叫做骨髓泥 把它打进去以后 这样他的那个骨头骨髓才有力量 否则他的腰就会坍塌 然后他人就会瘫患在床上 这个手术做完以后还不到四十天 他的腰又剧烈的疼痛 一查 又是另外紧按着的一节那个腰椎 又发现骨髓严重的流失 又去做一次手术 所以在两年之内 他做了三次很大的手术 我母亲的这个身心呢 可以说是经历了剧烈的重创 我们听到啊 人生病 尤其是这种重病 今天人是西方价值观 什么叫西方价值观呢 这是偶然的 在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里边 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不是偶然的 为什么呢 它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任何灾难你是联系不起来啊 你是不懂得其中原理啊 你要了解了你就知道 没有无缘无故的幸福 没有无缘无故的灾难 灾难头一个就是疾病 那他的老妈妈没有学过圣贤的教导 伦理道德他不了解嘛 自然规律嘛 老妈妈就很怨恨 生了病之后啊 怨天有人 是的 我当时去照顾妈妈 我妈妈呢 她躺在病床上 从麻醉中苏醒过来 她看着我 眼泪汪汪的问我 她说我这么一个好人 我这一辈子 我孝敬父母 我还把我兄弟姐妹都拉扯大了 我还把你们几姊妹都抚养成人了 我这么一个好人 我怎么会得这样的绝症呢 我看很多人比我还不如 他们做的坏事比我多多了 人家怎么好好的 我怎么就会落到这样一个地步呢 这个老妈妈讲的话呀 很多人今天都在讲 好人没好报啊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这样的 那为什么呢 你自己认为自己是好人 那个标准 好坏的标准 不是你说了算的 你得看自然规律 那叫天道 你得看人跟人的规律 那就人道 这个在什么呢 在我们古圣先贤的经典里面 在弟子规律里面 她的老妈妈 因为她的女儿 就是这个老师啊 徐杰老师啊 她开始学传统文化 学了弟子规了 她老妈妈一对照弟子规啊 明白了 对 我就在上个星期 就是在衡阳分享完以后 回到家以后 我跟我妈妈聊天 我妈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 我妈妈叫我小妹 我妈妈说小妹 她说 我这一辈子错误太多了 那个我 首先就是不尊重你的父亲 不尊重你的爸爸 我们家里 你就从你开始 你要给我们大家做一个表算 我们家里的家父 要从你那开始改变 这是她老妈妈呀 七十多岁了 在一个多星期之前 跟她讲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在湖南的衡阳 举办完论坛 衡阳论坛之后 这个徐老师回去跟老妈妈交流 老妈妈当初看到弟子规的时候 一对照 很多自己这一生的做法 作为 跟弟子规上圣人所讲的自然规律 都是相反的 你这一相反就麻烦了 为什么呢 你无意当中 就破坏了 就挑战了自然规律 你挑战自然规律 自然规律就要惩罚你 那叫反作用力 你看看 人这一辈子受了很多的冤枉罪 这是老妈妈有福气 到了晚年 家里有个好女儿学传统话了 她明白了 人生苦难原来是这么来的 她晓得了 那么她的女儿 在从小长大 这个徐杰老师 她根深蒂固 她当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没有人让她参加论坛 她根深蒂固的概念是什么 女强人 女强人交出来了 谁交的 她妈妈交的 三个女儿 三姊妹 这个老师是家里最小的 女强人 你看看她 开始 要武装自己了 女子不能刚强 女子要柔顺 你一刚强 完了 那就麻烦就开始了 我们来听一下 她一开始 她结婚之后 她的情况 大学毕业以后 我很快就结婚了 然后嫁到这家人家以后呢 我发现我的公公和婆婆 跟我的父母完全不一样 我的婆婆呢 对公公非常的柔顺 我的心里面觉得很奇怪 我说我婆婆也是大学老师 怎么会对我的公公这么言听计从 我心里面非常的 还看不上婆婆 然后但是呢 这个公公婆婆对我非常的好 当时在您眼里啊 家里的妻子听丈夫的 很奇怪 这是很反常的 对对对对 怎么会这么懦弱 应该是到那么懦弱 就是你 你为什么不跟她干呢 不跟她打呀 就是啊 对 你看看 这是她的价值观 那我们来听听 有这种价值观的妻子啊 她的家庭 她的婚姻怎么样 我们听一下 公公婆婆呢 对我非常好 像对亲女儿一样 我记得当时 我的那胃不太好 我的婆婆啊 非常的细筋 很体贴 她每一 每天的头一天晚上呢 她就会多做出来一份米饭 因为我不吃面条 我就要吃米饭 第二天中午 因为大家都上班很忙 回到家里面 很很着急 然后婆婆呢 就让其他的人都吃面条 但是一定会给我一个人 盛出来一碗米饭 还会给我炒一个菜 让我就着米饭吃 那我的那个公公呢 对我也是很关心 我记得当时 我们要结婚之前 我公公就说 你去看看那个 什么样的家具 你喜欢 然后我就去家具店里面 把最好看的家具挑出来 我说我就要这个 然后我公公就把那个图纸都画出来 然后带着一帮工人就去做 晖汉如雨 干了三个月 把家具全部做好了 老公公婆婆多大年岁啊 当时都六十多了 那个时候您二十多岁 对我二十出头 这个老师讲话呀 我们大家要听明白 不是他的公公婆婆呀 很喜欢他 这叫伺候他呀 我们听得明白呀 家里人吃饭 专门给儿媳妇啊 单做出一份来 天天都这样 天天婆婆伺候媳妇啊 那个公公啊 给他打家具 晖汉如雨呀 六十多岁老人 伺候二十多岁的人 颠倒了 人伦颠倒了 长幼有序 头一天我们跟大家汇报过呀 头一个 父子有亲 第二个 长幼有序呀 在他这儿是颠倒的 你看他的强悍 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 表现出来不是拍桌子瞪眼睛 他这个女强人在家里啊 怎么强呢 全家人得伺候我呀 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 年轻人不都这样吗 咱们大家往下看 你要是把人伦颠倒了 做公公婆婆呢 做爸爸妈妈的糊涂了 你以为是爱她 爱这个儿媳妇 那我们往下看 自然规律会惩罚你呀 我当时根本没有觉得 是公公婆婆在伺候我 我觉得我福气太好了 我运气太好了 我碰上了这么一个好的家庭 然后我还洋洋自得 我觉得我很配呀 因为我大学生 女大学生当时很少啊 女大学生 然后呢 我那个也很乖巧 很会讨巧 所以呢我觉得 那个时候觉得是下嫁给他们讲 对我觉得我那个 千里人下凡 嫁给你们家 你们就烧了高香了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家里的公公婆婆 是伺候您的应该的 天经第一 对 您在家里干活吗 我不干活 我不记得我洗过一个碗 也不记得给我的公公婆婆 那个倒过水啊 沏过茶什么的 从小没这个概念 没这个概念 在家里我就没有伺候过父母 因为我是最小的 对 所有的人都把事都干完 到我这没事 没活可干了 而且丈夫也应该伺候她 对 她从小就是这个价值观嘛 她妈妈给她交出来的 对 这样持续多长时间 三年 嫁到这个夫家三年以后 有一天我的好日子 我发现就结束了 反作用力啊 来了 报应开始了 对 突然有一天我就发现 我的丈夫爱上了别人 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他说 我们两个是大学的同学 我说我 我们两个很有感情的 我还是很希望保留这个婚姻 但是出乎我的意料的是 我这个先生 很坚决的选择了离婚 我很不能理解 我没有做错事情 都你做错了事情 都你背叛了感情 提出来离婚的应该是我 怎么变成是你了呢 但是我没有办法 当时的情况下 我感觉虽然家里面人很同情我 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婚姻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了我这个婚姻失败 我也不知道从哪去努力去挽回我这先生的心 所以我就带着怨恨 离开了这个家庭 那也就是离婚了 对 离婚了 我就恨了十几年 一直到学习传统文化之后 这个老师才明白 他才不怨恨了 他才知道灾难的根源 那个种子是他自己种的 那为什么呢 头一个 我们第一天向大家汇报讲过了 德不配位必有栽养 年纪轻轻的 儿子也好 女儿也好 结了婚之后 是女婿也好 是这个儿媳妇也好 你怎么能够让老人来伺候你呢 你这么做了的话 德不配位必有栽养 那是真理呀 你挑战真理 你能没有栽养吗 头一个大家不懂得怎么做人了 人有人道 那个道是规律呀 第二个 他作为一个女子 女子四门功课 头一个 富德 第二个富炎 第三个富荣 第四个富功啊 相夫教子 什么叫天职啊 天生的 老天赋予你的 就是你 自然界本来 你就应该完成的 那个职责 叫天职啊 现在反过来了 你不管了 你自己觉得你有学问了 这大学毕业才你啊 所以说我们第一天跟大家讲了 女子无才便是德呀 有才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把她表现出来 这个表现得太过分了 所以你看看 没多久 她的婚姻破裂了 被丈夫抛弃了 被丈夫抛弃 婚姻破裂是一个结果 大家都怨恨这个结果错了 为什么呢 你要找她的种子啊 为什么你出现这么一个悲惨的结果呀 这我们才知道 女人不会做了吗 然后是妻子不会做 儿媳妇不会做 这个我们听明白才知道啊 自作自受啊 人家娶个媳妇 不是娶个少奶奶啊 不是娶个姑奶奶进家了呀 谁都是要娶个媳妇啊 当初没这个概念 没人交 那好了 这是第一个报应 第一个反作用力 这位老师啊 她很痛苦 那然后怎么办 然后就离婚了呗 但是这离婚的 这十几年呢 我真的是一直生活在仇恨之中 妈妈怎么说 就您的妈妈怎么看 我的妈妈 不瞒大家说 我的妈妈和爸爸 恨死她了 我女儿这么好 你们干嘛不要她了 带别人去 对 你看好坏的标准 都自己定的呀 你你规律 你的规律到人家当儿媳妇 天天一家人伺候她 好吗 不懂了 父母都不懂 要不要怪父母 不要怪 为什么呢 她的爸爸妈妈 也没人交啊 一百多年了 传统话 断掉这么长时间了 全家人怨恨人家 对 全家人怨恨 我的父母可以说 到现在的还没有原谅她 那我自己呢 是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是真的 不仅不恨了 我反而感恩这一家人 为什么呢 我想他们的儿子 做错了事情 弟子规上说 德有伤 疑心忧 那他这个儿子 人家养到二十多岁 娶了我这个媳妇 把儿子交到我的手上 是要让我去 祝福成德的 对 祝福成德呀 对 我要让他成为一个 有德性的人 我没有让他去成为 有德性的人 我让他去挣钱 去那个 去去把那个贪 贪婪的欲望啊 去去放大了 更高更快更高 对 让他去做这些事情去了 所以我的丈夫 我的先生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我的这个婚姻 巨大的一个破坏 我觉得我自己要负全责 这个是学了传统文化的反省 当初没有啊 嗨 这个老师啊 你说一个年纪轻轻 二十多岁的女子被丈夫抛弃了 啊 孤苦伶仃啊 他下面怎么生活 当时真的是很痛苦 我真的觉得我就像那个断线的风筝一样 在天上的飘 没有归宿 那很快呢 我遇到了我的第二位先生 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她呢 是一位海归 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博士 那我呢 就有机会跟着他呢 就是到世界各地去 呃 这个访问 因为他当时做国际的合作项目 那我这跟他的这个 访问的过程当中 就接触到了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那些 所谓的精英人士 哎呀 我一下就觉得自己很自卑 我觉得我跟这些人的差距太大了 这个套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 就是 这个落差太大 跟国际呀 不能接轨 我们听到这个妻子讲的话 他没有从根本上 就是怎么做男人 怎么做女人 怎么做丈夫 怎么做妻子的根本上 人道上进行反省 因为没人教识他不懂 啊 他的这个反省啊 今天跟很多人一样啊 哎 我这个不如丈夫 那个不如丈夫 我怎么办呢 我要跟他争 我要跟他比 我要跟他平起平坐 啊 你是 你是从海外回来的 哎 我也不比你差 你是博士 我怎么着也得是个硕士 你看看 女强人他就比这个呀 老母鸡跟公鸡比什么呀 比 你打名 你打名那么响亮 不行我也得练 你看他天天老母鸡不成蛋了 天天可不啥 也在那儿去打名去了 你就不是个老母鸡 你丧失了老母鸡的本分了 哎 男女有别呀 这是天道啊 这不是谁发明创造的 这个妻子 马上就要开始打名去了 啊 练习啊 哎 我们来听一下 对我当时觉得我的第一次婚姻失败就是因为和我丈夫这个话语权不平等 那这次婚姻我一定要吸取这个教训 我的先生不是海归博士吗 那我想我也要要跟他平起平坐 那我就想我得赶紧的把这个差距给他补上了 那我就选择去读书 读书是最最好的一个捷径 提高自己的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那我就想这个国内的文凭不行 我得一步到尾弄一个国外的文凭 那我就要读国外的硕士研究生 读这个硕士研究生我想不行啊 我还是硕士啊 我这个比他在博士还是差一点 那我考一个国际注册会计师 那这个这个那个职业证书拿到以后 那一点都不比博士差 一点都不比丈夫差 对 就这个意思 对对对 女强人的思维方式你看到了吧 对就是这样 男女平等啊 这个平等不对啊 哎 那你说那个老母鸡非得跟公鸡比啊 你打多的 你那个声音多嘹亮 我的多的 你不要这么平等啊 啊 你的任务是生蛋啊 他的任务是大名啊 各忙各的 哎 现在改成这个了 你挣一百万 我也挣一百万 这个家就没人管了 那家里没个女人呢 阴差阳错 哎 阴旧阳卫 家里俩男人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啊 哎 我们来听听 你说这家里边俩男人 啊 对 然后我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就突然又发现这个怀孕了 确实就有蛋了啊 这个 老母鸡要生蛋了 老母鸡要生蛋了 我们大家来听听 这个老母鸡是怎么复旦的 她不会复旦了 她光想的光链的都是打名的事啊 我们来听一听啊 有没有这样养孩子的妈妈 对 我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怀孕是个多重要的事情 当时啊 我心里面就觉得 哎呀 怀孕不就十个月的事情吗 完了以后 我就还有大把的前途 我可不能错过了这个 大好的黄金的发展期 那我就想 赶紧继续读我的书吧 呃 因为我 我这个 机会 机不可施 奋斗 奋斗 所有的人都劝我说 你不要再读书了 你赶紧停下来吧 孩子 你就老老实话 孩子生完再说 那不行 我这个 我能着呢 生个孩子算什么 那我就继续读书 当时学习压力非常的大 那个书啊 都是这么厚的 然后这么大 这么厚的英文书 那我就 孩子大了 我坐不住啊 怎么办呢 我就站着看书 我就把那个书 落在桌子上面这么高 然后把要看的书 放在上面 站着 站着看 啊 挑灯夜站 挑灯夜站 这个 这个 因为已经是孕妇了 那么大的肚子 怎么办呢 就顶在桌子这里 坐不住了 很难过 就站起来看 站起来看 就把那个书落得高一点嘛 站着看 那不就舒服一点 我们大家听到啊 我们大家听到啊 那个时候 她不是一个孕妇啊 她是一个斗士啊 哎 你看看 这个精神啊 中国古人最讲胎教 讲什么呢 那是周朝 到现在啊 已经三四千年的历史了 那么中国的古人告诉我们 女子在怀孕的时候 你要当妈妈了 啊 怎么抬轿呢 眼不是恶色 啊 别人你看吵架 骂人 打架的 哎 不好的 眼睛不看 耳不听银声 那个骂人了 说不好的话了 难听的话了 迪斯科音乐 乱七八糟 这些东西 她通通不听 口不出恶言 说出去的话呀 伤人的话 她不说 这个妈妈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保护胎儿 这胎教啊 啊 为什么呢 我们第一天跟大家讲了 你说的话 做的事情 心理的强法 通通都是能量啊 你发出去都是波动啊 都被这个儿子 女儿啊 娘胎里的孩子呀 接收到了 这些能量和波动 如果是违背伦理道德 就违背自然规律的 那是极恶的能量啊 那孩子 她都感受到了 所以我们印象很深 看那个报纸 农村 那个很多的女子 她不会当妈妈 没学过这个呀 哎 怀孕的时候 打麻将 哎 稀里哗啦 天天打 她不想当妈妈呀 不是天天照顾孩子 她自己在那 自私自利玩的痛快呀 孩子没 出生没多久啊 一两岁 你看那个孩子 还不会说话 她喜欢打麻将 哎 这为什么呢 她隔着妈妈 渡习都听到了 天天麻将的声音啊 哎 胎教啊 教的呀 这孩子还没出生啊 已经在教育她了 我们听到 这个妈妈 也在教育自己的孩子 哎 教育什么呢 更高 更快 更强 对 她不想当妈妈 是 她想当个女超人 对 哎 你看她不安守自己的本分啊 她不好好在那复旦啊 那我们就听了啊 当时您是什么感受 当时我非常的难受 但是呢 我就也没有 都没多少耐烦心 哎呀 你赶紧 你那个 别动了 就就就这种 也不会就说停下来 安慰一下孩子 实在是太难受了以后呢 才稍微休息一下 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自己的事情最重要 自私自利啊 对 那么孩子呀 没多久生出来了 对 哎 她做了妈妈 我们来听一听 她在家里不会做女儿 结了婚不会做儿媳妇 不会做太太 那么她会做妈妈吗 我们来问一下 人的本分呢 这是 人都不会做了 我们来听一听 哎 那考试成绩通过了吗 啊 都通过了 都拿到了 文准都拿到了 然后毕业了 又赶紧去工作去了 继续去铺腾去了 那个国际注册会计师 也拿到了 对 考下来了 当时啊 您的想法就是 可以跟国际接轨了 对 可以跟丈夫平起平坐了 对 是 我们儿子怎么办呢 儿子赶紧送到幼儿园呢 他的一岁多 我就把他送到幼儿园去了 一岁多就送过去了 对对对 一岁八个月吧 就把他送到幼儿园了 我得赶紧去工作呀 赶紧去更高更快更强 是的 挣了那么好的机会 要好弟子归 做好中国人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大型工艺纪录片 中华传统文化论坛 特别节目 盛贤教育 改变命运 赶上这个 就是我学的是金融嘛 就是金融行业这么好的 大的发展机会 那错过了 这个就没有这个店了 我们大家听一听 今天的女子啊 很多都是这个价值观的 她 不能安守本分 看到别人像副教子 笑话人家 看到人家妻子啊 能够操持家务 他笑话人家 有钱呢 咱们出去吃啊 干嘛刷碗了 咱们找个阿姨 一个月给她三千五千 没事 让她替咱们干 你不知道 你已经丧失了 处到啊 处女的那个规律啊 做女人的本分 你丧失了 你能没有灾难吗 很快啊 反作用力就来了 你以为你成功 好 咱们看看是成功 还是灾难 没多久 他的儿子那边呢 几岁 两岁是吧 对 就来了消息了 对 很快我这个生活啊 就被一个电话 所改变了 一天放学的时候 老师打电话给我 就说那个家长啊 你把您这个孩子 带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你这个孩子 在学校里面又不合群 所有的小朋友 都在集体活动吗 您孩子在旁边乱跑 我们就三个老师 全班几十个孩子 我们还要分一个老师出去 专门看着你的孩子 怕孩子小妈 怕他出事情 你去检查一下 他到底什么问题 我呢 就把孩子带到医院里面 去医检查 这个大夫告诉我 您的孩子 得了自闭症 我当时太震惊了 自闭症 我知道一点点 这个是精神残疾 而且是终身的 他不能自愈的 我觉得太奇怪了 我们家里面人都很正常啊 父母啊 双方的家人 没有人 有谁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啊 我的孩子 我们两个学历都那么高 我的孩子怎么会得精神的疾病呢 精神上的 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啊 就刚才所说的这个自闭症啊 很像是一个 哎 智商发育不起来的这么一个情况 哎 这父母两个人智商最高 你看出来这么一个孩子 那么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再去复查 对 我当时呢 就是又带孩子到国外 去了澳大利亚 请了当地最 最权威的专家 给这个孩子进行了诊断 观察和诊断 人家得出来的结论 和国内的专家得出的结论 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人家告诉我 专家告诉我说 您这个孩子最佳的康复期 就是三到六岁 已经确诊了 已经确诊了 自闭症患者 自闭症 很严重 而且很严重 当时 当时查出来这个孩子啊 有这个毛病啊 是在两岁多的时候 两岁多 对 好 我们现在啊 替观众来问一些问题 首先 自闭症的患者 在全世界 人数很多 对 有两千 一百多万 两千一百多万 对 这样的家庭 就这样的家庭里 都有这么一个患者 对 在国内应该有几百万 最保守的估计 也有一百八十万 将近两百万的 自闭症患者 对 那么第二个问题啊 自闭症患者 靠什么药物 靠什么治疗方法 能够康复 他就是没有药 能够治这个病 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和这个医生都在研究这个病到底是哪里来的 不知道这个病的成因 所以所有的专家都给不出药 给不出治疗方案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特殊训练的 就是特殊的训练方法 用老师这种方法 用一些很特殊的训练方法来帮助这个孩子在他的程度上提高 要想完全恢复成正常人是不可能的 我们再问一下 在全世界的范围内 自闭症患者有没有康复的先例就治好了的 因为没有药啊 没有 我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一例完全就是说自闭症 然后康复到像正常人 他只是说他的一些很奇异的行为 很怪异的行为 在他的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提升 就是彻底恢复 彻底恢复没有 现在全世界一例都没有 不但这样药物都没有 你说怎么办 这个是人类 你看我们不是相信科学吗 那你来试试啊 两千多万这样的家庭啊 治不好也没有先例 我们再来问一下 这个自闭症患者呀 他都有什么样的病症症状 他们有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离群所居 社会性交往的能力非常的差 就是说什么呢 他只关心自己的世界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他对周围的发现的事 周围的人一概不感兴趣 哪怕是你每天 你整天照顾他的父母 你的喜怒哀乐 他也是不关心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就是他语言交流的障碍 大家知道语言是我们人类 最基础的 最有效的交通交流和沟通的工具 但是很多自闭症的人 他可能终身的没有语言 终身不能说话 终身不能说话 侥幸有一些孩子可以说话的 也是英武学蛇 是重复刻板的 他熟悉的一个套路的语言 他跟你提一个问题 这个花为什么是白的 他可能会问一辈子 这个花为什么是白的 这一个问题问一辈子 有可能是这样 有可能的 下次变成了 这个钟为什么是方的 他的那个思路啊 总是就是局限在一个模式里面 很难突破 这是他们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他有一些刻板的行为 就是他的行 他的那些动作举止 他的肢体的那个语言 在我们正常人群当中 你一看你就觉得很怪异 很反常 很反常 一看就是不正常 这个人肯定脑子有毛病 他肢体是正常的 但他都残疾 他的问题在脑子里 那么如果说没有药物治疗 又一直要这样病下去的话 他们长大了 老了 比如说你们夫妇两个人 对 独生子啊 对 那你们如果将来有一天 百年之后 那这孩子谁来照顾 谁来养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自闭症家长 最纠结的问题 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现在我跟所有的家长 一直大家的想法就是一样的 我们赶紧去挣钱 多挣一点钱 留给孩子 将来呢 看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养护机构 能够把这个孩子托付给这个养护的机构 但是很抱歉的是 现在我们国内 现在还没有一家成熟的 这样的可以托付我们的孩子的这个养护机构 可以说啊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百年以后 我们走了以后 我们的孩子 你就是给了他一千万一个亿 他能用 会用这个钱吗 他能够有尊严的 自尊的 活在这个世界上吗 这是令我们最担心的问题 我们大家听到啊 他们这么一个家庭 人人都羡慕啊 丈夫海外留学归来 博士 妻子 硕士 高智商 跟国际接轨 常常周游海外 你看看 这么大的灾难 来了 反作用力出现了 报应来了 他 你看这个妻子 这个妈妈 他是硕士 他是国际注册会计师 你不是成功吗 现在让你降到了最低点 什么叫最低点 就是你回归你自己的本分了 本位了 你首先是个女人的 你会做吗 妈妈你会做吗 妻子会做吗 她不会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 面对孩子的疾病 您的国际注册会计师啊 硕士啊 英文啊 所有这些 管用吗 用得上吗 一点都用不上 这个时候 不仅用不上 而且呢 我从国外回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工作给辞了 辞职了 辞职了 对 很好的工作 我也不做了 因为我想孩子 我亏欠他太多了 这个孩子可能只有我 这个时候出手 因为他当时还三岁多嘛 如果我不出手 再救这个孩子的话 我依靠老师的话 我八成是指望不上 因为当时看他那个情况 很糟糕 根本就不可能上小学 马上就面临着六岁 该上小学的问题 那没两年了 就要上小学 所以我就赶紧把工作给辞了 我的所有的这个时候 我的那些文凭 我奋斗了那么半天 弄了那些东西 全部都化为泡影了 我们大家再来看一下 这个国际注册会计师 当年 他的这个 论文的这个 这个照片 就这一张纸啊 这个老师 你看这个妻子啊 他未了 这一纸文凭啊 他奋斗的结果 现在怎么样呢 这一纸文凭 现在怎么样呢 现在成了废纸啊 对你的人生有什么用啊 人你都没做好啊 人你都不做了 你去做国际注册会计师啊 那是错误 那是假的 就像我们眼前讲的这个呀 我们跟大家退报过呀 就像这个花一样啊 这个东西 假的 假繁荣啊 你看我们家多好啊 看上去 人前显规 假的 为什么没有根呢 根是什么 根是人性啊 根是人道啊 三天就枯萎了 你看国际注册会计师 完了 这回回到家里 老老实实来做妈妈 做妻子 那怎么样呢 我们来问一下 不会做 对 太辛苦了 带这个孩子 我们的孩子呢 他就是先天缺失 缺失 就是很多我们本门的东西 我们生来就会的东西 恰恰自闭症的孩子 都不会 都要学 都要教 我记得当时 就是为了教他 那个做游戏 躲猫猫 什么人都会 连几个月的孩子都会 可是我的儿子 他就是不会 全家人 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我们好几个大人 跟着他躲猫猫 全部累得半死 他没学会 躲猫猫 然后呢 就要教他那个 吃饭 用那个勺子 吃饭 从他自己会吃饭开始 他这个勺子啊 就这么拿的 他就这么拿的 这个勺子就 他好像不知道 这个胳膊 可以动 他这个 他总是这样 撬着那个勺子去吃 所以饭全都掉到碗里去了 或者掉到袖子里面 每次都这样吗 每次都这样 一个动作 你们要教他多久啊 哦 我们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这个动作 从他会吃饭开始 到现在 到今天 就到昨天为止 我看他这个动作 也还没学会 我们大家听到了吧 哎 你不想当妈妈 你不好好当妈妈 自然规律 老天就报应你啊 让你好好来做妈妈 你看这个孩子 给他来了个报应 这个孩子 我们看到了 他的动作慢 语言慢 他的妈妈是什么呢 当年呢 怎么对孩子呀 违反人道啊 给孩子什么胎教啊 更高更快更强了 交给这个 那个孩子出生之后 他的儿子 给他什么报应呢 更慢 更低 更低 更弱 更弱 你看看 那做妈妈的 对 多痛苦啊 对 我太痛苦了 那个孩子 实在是慢的不行 学一个 任何一个东西 都是以年为单位的 我当时就 我经常都有这种感慨 如果把我 花在我这个孩子 身上的精力 给我十个孩子 我肯定把这十个孩子 都教得相当的优秀 拿我们现在的标准 琴棋书画 我肯定全给教会了 我这儿子 我也教琴棋书画 人家学一年 人家学一个月 赶上他学几年 所以我觉得 我这这么多年 我实在是 我的付出和我的获得 实在是太不成比例了 就在这个很痛苦 我真的是 用尽了所有世界上 先进的干预 这个自闭症的办法 什么先进办法 我都去学了 国外的 国内的 只要是有的 我都去学 我拎着包 全国的跑 到国外去学 在国内学 只要回来 我就在我儿子身上实践了 但是我得到的 这个收效 有一点点 但是太微弱了 几乎没有什么效果 全世界最好的方法 这个妈妈都用过了 他现在成了治疗 自闭症儿童的专家 管不管用 不管用啊 就在他们家 这么痛苦的时候 有福气 很幸运 有人送给他们 这个论坛的光盘 传统文化的光盘 这个妈妈一接受 这个妈妈就接受 她这一接受啊 她这一改变呢 你看看 这个家里就开始啊 发生变化 我们先来听一下 是从哪里开始改变的呢 是从她自己 妈妈发现呢 所有这些灾难 根源是自己错了 她错了 所以她从自己改起 对 就在我真的是感觉到 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孩子的这个问题啊 就是表面上有一些改变 但是核心问题 始终就是触不动 这个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接触到了传统文化 其实就是学到了弟子归 我读到弟子归以后 我当时还看不太懂 我看完解释以后 哎呀 我又发现 有一句话 太触动我了 就是不立情 办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我就是那个 学了一身本领 学了一些才艺的人 但是呢 就是长了一身浮华 一点用处都没有 还增长了一身的脾气和毛病 那我就一回头一看 我这个儿子 我一直是很抱怨的 我很纠结 我怎么弄到这么一个孩子 我这一身 我的前途 我的辉煌的未来 都毁在这个孩子身上 我一直就是很不平衡心里 那我学完这个弟子归 我再回我头去一看 哎呀 这个孩子不是别人 他是个老师 他所表现出来的问题 全部都是来向我质问的 你为什么要那么高 那么快 那么强 所以我就表现给你 更低 更慢 更弱 你那个更高 更快 更强 是不对的 你是违反自然规律的 你要慢下来 你要合乎自然的规律才行 所以我的孩子 他就要慢 这个妈妈呀 很有智慧呀 她发现儿子 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呀 哎呀 她错了 她自己错了呀 怎么办呢 赶紧改 怎么改法呢 你看古人教给咱们一个好办法 叫什么呢 母子联心 父子同性啊 什么意思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小孩子从哪里来的 妈妈身上的一块肉啊 他一开始 爸爸的精 妈妈的血 父精母血呀 结合成 哎 这么一个细胞 哎 这个细胞 里面有爸爸 有妈妈 这个孩子 所有的血肉 我们讲叫骨血呀 那跟妈妈是一回事啊 他跟妈妈是一体的呀 他就是跟妈妈是一个呀 出生了之后 就好像一个生命体 分成了两个 实际上呢 实际上它是一个呀 所以母子联心 父子同性 讲得通啊 哎 孩子跟爸爸妈妈 就是一个呀 它是连着的呀 你不管你长多大 你走到哪里 它是一个呀 一个生命体 那你身上的血肉 跟妈妈爸爸是一样的 哎 你那个血肉怎么来的 哎 不就是妈妈 爸爸的吗 我们这个题明白了 古人教过我们这个道理 告诉我们什么呢 哎 妈妈改好了 孩子一定改好 孩子改好了 父母一定改好 这是最好的办法呀 这个老师明白这个道理 他不再天天恨这个孩子 天天改这个孩子了 他改自己了 你看他明白了 他觉悟了 他这一改变呢 他变得恢复正常了 不是更高更快更强了 他恢复自己的本位了 哎 做一个柔顺的 贤良的 正常的女子了 他们家的孩子就有变化 对 我把对孩子的所有的希望 那种交集 放下了以后 那孩子呢 他也做出了一些反应 首先第一个 我们孩子他有刻板动作 就是他喜欢玩手 从小就玩手 我呢 想过很多的办法 我教他弹钢琴 吹葫芦丝 打打那个乒乓球 游泳 所有的 我能想到的办法 能够转移他这个动作的 这个这个 这个注意力的 我都用了 他怎么样 就是拿着这个手 哎 他就是玩他这个手 哎呀 津津有味的 就是每一天都做 都做这个动作 对对对 自言自语的特别高兴 啊 这个动作就从他会走路开始 就有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他八岁多 那我就一直想改变 他这个动作 就改不了 就在我参加完这个 传统文化论坛 是辅顺论坛以后 我印象特别深 回去有一天 我跟我老公在那聊天 哎 我们突然就发现 哎 他怎么好久都不做这个动作了 这个动作消失了 这个动作消失了 妈妈一改变 儿子有变化 对 实际上就是我呀 其实把那个焦虑的心呢 传达给了孩子 孩子呢 他其实是明白的 但是他表达不出来 所以他就用一种很极端的一种行为 肢体的一种语言 来表达他的焦虑心 那么 实际上完全就是我的焦虑的一个 嗯 一个影色 一个镜子 一个镜子 就是这样 那么您学了传统话 您不焦虑了 我不焦虑了 对 孩子的变化 孩子他就不焦虑了嘛 他这个动作就没有了 哎 真的消失了 对 你看 这是一开始有的变化 哎 然后啊 这个妈妈看到了希望了 我的先生是根本就不尊重的 我觉得他为这个家庭付出的辛苦都是应该的 所以我对我的先生也是经常大呼小叫的 我先生很害怕我 他说一回到家看见你的脸拉得老长就知道 你肯定又有什么不舒心的身上 都要来讨好我 在家里就这样的 我学完传统文化以后 我真的就开始改变了 我觉得我不会做妻子 啊 我就开始给我的先生鞠躬 我又开始学着谦卑 学着柔顺 那我这一腰一弯下去 孩子在旁边就看见了 我也给他树立了一个榜样 有一天我正在厨房里做饭 我老公开门进来了 儿子从屋里面跑出来 马上把那个拖鞋放到他父亲跟前 跟他爸爸说 爸爸你辛苦了 你换拖鞋吧 还给父亲深深的鞠了一躬 这个可不是我教的 大家听到了吧 这个不是妈妈教的 而且在自闭症的患者里 不可能做这种事情啊 怎么可能呢 你看这一个一个的变化 原理是什么呀 母子连心父子同性啊 你不要天天骂孩子呀 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呀 你自己怎么样啊 该自己啊 妈妈越来越恢复正常 越来越恢复啊 女子的天性 那个孩子还知道心疼他了 对 就在一次论坛的时候 我就生病了 感冒了 然后发的高烧 39度 晚上躺在床上 快睡觉的时候 儿子呢 就站在床前 就用很温柔很温柔的声音 他就跟我说 妈妈 你好好的睡一觉 明天早上起来你就好了 他说完这个话以后呢 我看见他的那个眼泪呀 巴达巴达的就流下来了 我说你怎么了孩子 你为什么哭呢 他说 妈妈 我看见你生病啊 我心里很难过 那我等孩子这一 等他这一句话 能够关心人的话 我真的等了有七年多 从他会 会走路 会 会说话开始 我就一直盼望着 他能够走出这个自闭 就是 沉浸在 整天沉浸在 自己的喜怒哀乐 这个状态里面 他对周围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不关心 他跟人呢 很难交流 他没有感情吗 你看 能说出来这些话 做出来这些事情 他根本就不会关心父母 我就在08年的时候 一次也是我生病 躺在床上发烧 他把我叫起来说 我肚子好饿 你赶紧起来给我做饭 我当时心里面 很凉啊 但是这一刻 孩子能够关心我 而且流下了眼泪 那一刻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知道 这个孩子 这个自闭的这个心灵 有救了 这个门为我打开了一点了 被妈妈打开了 对 打开了 我相信 他现在可以关心我 他有一天 肯定可以关心别人了 对 就在最近呢 你看这个妈妈 天天学啊 天天恢复自己的这个人性啊 本性啊 女子的天性啊 他天天恢复啊 他就发现他孩子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真有变化 就这两天 然后这个老师 班主任老师就跟我打电话 你的孩子跟上学期比起来 我就觉得简直就是 换了一个人 那他说老师说 他说不行 我还以为我一个人 是这种感觉 那我问了所有的客人老师 他们有八门功课 有七个客人老师 都来跟这个班主任老师说 您的孩子啊 整个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个老师 这个班主任老师说 嗯 看得出来 您这个家庭教育非常的成功 那我跟老师说 我说是老师的功劳 老师就说 他不知道我在做这个 传统文化的工作 他就给我说了一句话 您坚持吧 那个孩子在学校里变化很大 对 这个是啊 已经上学有几年了 他们学校的班主任老师 跟家长讲的话 说你的孩子变化太大了 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但采访到这里啊 我们就要接近尾声了 我们各位观众看到了 灾难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也看到了 灾难是怎么化解的 这我们都了解了 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呀 这个真理是什么呢 人要想得到幸福 怎么样呢 一定要走人道啊 按照你的天性来生活呀 我们通过采访啊 这个徐杰老师 我们有一个体会 什么体会呢 天下所有的灾难 最重要的根源 就是违背了人性啊 爸 在采访的最后 我们请这个妈妈 给天下所有的家庭们 父母们 尤其是残疾儿童的 孩子的家庭啊 说几句忠告 各位老师 那从我自己的经历啊 我自己感觉到 我不是说反对大家学才艺 而是我们这个学才艺啊 一定要建立在德 德后的基础之上 他说的这个才艺是什么呢 弹钢琴啊 跳个芭蕾舞啊 给他上个书法班啊 这叫才艺 包括一些专业的知识 比如说像我学什么专业的会计啊 考会计师 我不是反对大家去做这个 但是一定要建立在德后的基础之上 我老想啊 我们这个才艺学的越多 就越像是一棵大树 你把这个大树总在悬崖边上 你摔下去的概率就太大了 我们把这个大树总在 牢牢的扎在这个大地上 扎得越深 我们这个树 是不是 开着花 对 越茂盛了 这个妈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没有根的 你上边这个才艺啊 越多越大 这个树越容易倒 它没有根啊 根是什么呢 根是弟子规 先学做人啊 你恢复人性啊 保持人性啊 那是根神业貌 我觉得这个忠告太重要了 先做好女人啊 对 什么国际注册会计师啊 女超人了 女博士了 通通不重要 为什么 它很快就倒了 什么原因呢 没有根 上边的太重了 它就倒掉了 那么采访的最后 我们告诉各位 这位老师上台汇报 在 在浙江 在浙江有一场 有一个观众 女观众 听着她的汇报 跑到后边贵宾室啊 跪在地上是吧 对 我们几个老师想把她拉起来 都拉不起 好大哭啊 什么原因呢 那个女观众 今年都有多大年岁 可能比我大一点 不到五十岁 对 家产呢 三个亿啊 女企业家呀 那她为什么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呢 跟这个老师一样啊 所谓成功 你看我真有钱啊 我是什么委员 什么主席 你再成功 你的孩子怎么办呢 她的孩子什么情况啊 她的孩子在上大学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就变成了 那个精神病 精神病 对 就是她说 不管吃药还是不吃药 这个一点效果都没有 她说 她就告诉我啊 她就说 她前二十年 她非常的顺利 她和她的先生一起打拼 把那个家族企业做得很红火 就是她前二十年 就是女强人 对 然后后八年 她的孩子 得了这个精神病 她的孩子是她的家族企业的继承人啊 变成了神经病 那这个家业交给谁啊 所以她说 她这后八年 整个就是生活在地狱里面 终日以内洗面 她就告诉我说 她全部做错了 她说 我就去忙去了 她说 一个忙字 她说 就是我的心啊 死了 所以我的孩子 也就没救了 我们听 我们看 看字 说你这个人很忙啊 太忙了 忙是怎么写的 那个字 一个树心 就是你的心的 那边是个死亡的王啊 哎 所以下次别人问你 你不要说太忙了 你说我的心呢 死了很长时间了 哎 就这个意思啊 忙就是这个意思啊 那个 你姐家 听了她的汇报 跪在 贵宾室里面 冲着我们这个徐杰老师 嚎啕大哭啊 为什么呢 她有两个亿 三个亿 不管用啊 哎 你家里不幸福 就跟我们讲的 那个钱就是一张废纸啊 你要的是这张废纸吗 你要的是幸福啊 你儿子精神病了 你怎么办 哎 老来上死了 多可怕呀 那么看到这个老师的汇报 他感到有希望了 他明白自己错在哪了 我们盼望啊 这个徐杰老师 有一天 啊 他领着他的孩子 他的儿子啊 尽早的康复 啊 用这种传统文化的方法 哎 能够治 所以他们讲了 哎 你看 说自闭症没有药物 他们发了一个誓愿 用传统文化的方法 把这个孩子治好 哎 这就是好药啊 将来有一天呢 将来有一天呢 徐杰老师说 我要领着我的啊 曾经是自闭症患者的儿子 走上 世界卫生组织的讲台 给天下两千多万自闭症患者家庭 去做汇报啊 哎 告诉给天下那些啊 家里有残疾的孩子 精神上有问题的孩子 他们母子俩要登台给他们做汇报啊 告诉他们 人不会做了 啊 你孩子就有灾难了 啊 根本的症结啊 是在父母身上 哎 是在那个种子身上啊 所以如果有那么一天到来 这个家庭 这母子俩就把那两千多万残疾的家庭啊 给拯救了 所以我们感恩他们 也祝福他们 愿孩子啊 早日康复 谢谢大家 我看见 大夫人 大夫人 官司自家和言 明明继续 三法听出 要梦外整天 结婚便悉 关锁门户 并天赐简典 一周一半 当时来处不异 半吃半吃 可念物理为先 一旦旅而筹锋 无人可而绝境 自动必须简约 愿可切勿留年 华切之之而解 王府圣经欲 因此料金 人书圣真修 雾云华屋 雾蒙良田 我持了蚕蚕文化以后 我就特别的后悔 我想我这个 既认为是很孝顺的女儿 实际上我是大不孝 我早干什么去了 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 学到传统文化 接触到传统文化 我把这个做文做事的道理 早一点告诉我的妈妈多好 但是这已经来不及了 等到我的妈妈 心患状病的时候 眼泪汪汪的望着我的时候 我都还答不出来他的问题 我觉得我特别的不孝顺 我不仅不孝顺 而且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走上这个讲台之前 我心里面 我还在暗暗的抱怨他们 你这个爸爸妈妈 怎么给我做老师的 你们怎么把我培养成那样的人 让我在以后的人生中 遇到那么大的挫折 我还在抱怨他们 当然我没有嘴上没有说 可是我心里面是有怨气的 后来我真的一点一点的意识到 我这个自称为孝顺的女儿 难道不是我母亲得癌症的一个推手吗 我的怨气不是给我妈妈的反送用力吗 所以我特别的后悔 我后悔的是我没有早一天能够听到传统文化 没有听到老祖宗的教诲 我可以把这个道理讲给我的妈妈听 讲给老人家 老人家是什么反应啊 我妈妈特别的感慨 我妈妈说 我能不能跟你到北京去 因为我家在四川 我自己现在生活在北京 我妈妈说 我就在你家附近住一个房子 住 我和你近一点 你能不能天天的讲地质规给我听 地质规说 但学我们不力行 长浮华成何人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一条 我学了地质规以后 我一下就把这一条给抓出来 放在我身上 太合适了 就是我有一生的本事 但是我没有得 我不会做妈妈 我不会做太太 我不会做媳妇 我不会做女儿 我这个上天赋予我的角色 我的自然应该承担的角色 我全是反着来的 等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明白 人家找的是媳妇 人家要找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我人家找的不是一个大小姐 好了 我嫁了他们家 全家人来伺候我 大小姐 我觉得我仙女下凡 你们伺候我是应该的 谁家需要这样的媳妇啊 真的等我学了传统文化以后 我觉得 万未思考 如果是我是我的先生 我也不要这样的媳妇 地质规里面 哪一句话深深的触动了我 就是这一句 不利行 半学文 长浮华 成何人 回想我这四十多年 我拼命的去挣扎 我去努力 我去奋斗 我为这欧心沥血的 我的事业 不就是让我长了一身的浮华吗 我忘掉了我的根本 我丧愧苍天 年轻的时候 我不懂得怎么做女儿 我抱怨我的母亲 我责备她 我心里面暗暗地仇恨她 我觉得我怎么身在这样的家庭 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父母 他们就是我的障碍呢 我是这样去想我的父母的 其实我的母亲 她来表演给我看 她用她大病一场 给我视线 什么叫生 什么叫老 什么叫病 什么叫死 这个时候 我感激我的母亲 我也感激我的公公婆婆 我也知道了 我不是一个好媳妇 我根本不懂得如何做媳妇 这个时候 我再回头看我的儿子 他也是来表演给我看的 他浑身的问题 他全身的毛病 都是表演给我看的 不是他有问题啊 问题都出在我这里 是我想要更高 更快更强 我的孩子 他用更低更慢更弱 跟我说 那是违背自然的 那是违背大自然规律的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只不过是 他不会跟我讲道理 他用语言 他没有语言来教育我 他用行为来告诉我 所以这个时候 我才意识到 我真的 我除了有一身浮华外 我没有一丝的德系 我对不起父母 也对不起我的孩子 真的都是我错了 原来过去这几十年 全部都是我做错了 通过学习这个弟子规 我才意识到 我的人生之所以这么坎坷 这么不幸福 其实原因都在我自己这儿 我一开始的体型动念都错了 我想的就是自己 名利 我在这个世界上来 我不能白来了 我得把好吃的 好穿的 风光的世界 全都给他收入囊中 我想的就是这个 我拼了命的去努力 当学完弟子规以后 对照的弟子规 那一百三十条 那一百三十件事 我觉得我哪一件事都没有做好 学完弟子规 我就意识到 我对不起我的父母 我没有真正的做到孝敬他们 我作为女儿来说 我最大的过错 是我接触到传统文化的时候 太晚了 我不能在我父母出现错误的时候 我能够帮他们提升他们的境界 这是我作为女儿来说 我觉得我是最大的失败 同理 我也不会做媳妇 我嫁到别人家去 我整个就是到人家家去 吃好的穿好的 我去享受去了 我根本就没有想到 要去帮助别人 我不会做好媳妇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妻子 现在我是一个母亲 我怀孕的时候 我十个月的时间 我都不愿意花 那现在我要加倍的 十倍的时间 去还给我的孩子 所以 当我学了弟子规 深入的学习了 传统文化的经典以后 我意识到 我的孩子 我这个儿子 他是我的老师 是他把我领进了传统文化的这个大门 他让我认识到了我自己自身的不足 所有的过错都是我一个人造成的 真的我不赖父母 也不赖我的老公 也不赖我的前夫 我更不能抱怨我的孩子 那我也想告诉在座的姐妹们 我不是反对大家做女强人 我不是反对大家去学才艺 但是我觉得 弟子规上说的很清楚 为德学为才艺 不如人当自立 他没有告诉你 只是为才艺 不如人 德学是放在前面的 我们就像一棵大树一样 我们是一棵参天大树 如果你把这棵参天大树 总在悬崖边上 你很容易摔下去 你摔向悬崖底下的概率太高了 你要把这棵大树 总在大地上 牢牢的扎住根 这个就是这个德学的根 我现在还深深的知道 我的孩子还有很多隐性的 显性的问题存在 这确实是存在 但是我现在有传统文化 我真的觉得非常有依靠 我知道孩子现在的障碍 不在他 问题不在他 在我心里 一定是我对我们博大今生的 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 我还没有理解到位 我还有很多障碍没拿掉 所以我的孩子 他还会表现出了问题 要去向往去求办法 要向内求 向自己的内心 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把那些藏着特别深的问题 改掉了 咱们的孩子 我觉得一定会有所突破的 哪一天我的这个心 变得像海洋一样宽广 我把天下所有的自闭症孩子 都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了 我变得真正的非常柔顺了 我想那个时候 我的孩子一定会康复的 这个三个星期 我们在安山的时候 我很不幸 就感冒发烧了 晚上啊 睡觉之前 我就躺在床上 烧得晕头转向的 儿子就站在床边 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妈妈 你好好的睡一个觉 明天早上起来 你就好了 说完这个话的时候呢 我就看见他开始抹眼泪 我说孩子你怎么了 他说妈妈 我看见你生病 我好担心 很难过 大家知道吗 我等这句话 已经等了六年了 因为自闭症的人 他们是没有感情的 自闭症人士的这个 最终康复 其实一个标志就在于 他的情感能不能够康复 能不能够恢复 他能不能有同情心 能不能有同理心 那一天晚上 我看到了我儿子 康复的这种希望 真的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你这个门打开了 就是意味着 自闭症人士 最顽强 最难攻克的一道门 为我敞开了 所以我真的在这里 非常感激 我们的老祖宗 是他交给了我 打开这把新门的钥匙 是他让我知道了 怎么帮助这个自闭症的人士 走出孤独 走出自闭 我感恩不敬 亲所号 你未去 亲所物 请委屈 学好弟子贵 做好中国人 我叫刘宾 今年41岁 是北京中央财经大学的老师 那么100多天之前呢 我在沈阳 也参加了这样的一场 公益的文化问谈 听完这样的一场问谈之后 当时我真实的感受是 从来没有听说过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问谈 我这样的一个 非常刚强的一个老师 从头到尾是哭下来的 像刚才我在听小明老师的分享一样 我又不由自如地留下了眼泪 我就觉得所有的老师 怎么说的都是我呀 都是我发的那些错呀 因为我是一个离婚八年的 单亲妈妈 带孩子一起生活 那么听这些老师的那个分享之后 我当天晚上 真的是不由自主地回到宾馆之后 我都没有想到我自己会做出一个 让我可以所思的决定 我已经八年没有和我的前夫联系了 那由于我比较怨恨 所以呢 我和他这些八年没有主动联系过一次 他为此呢 也专门给我的女儿配了一部手机 所以从来就是女长的单线联系 偶尔顺着我的时候呢 我也很客气的就说一两句话而已 那么回到宾馆之后 当时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 我呢 我还记得非常清晰的是 我还把他的号码 故意我都不在我的手机里放 我还为了确实一下 他的号码是不是准确的 我先发了一个消息 给我的女儿 发个手机号是这个吗 女儿发过来之后 她是 我就不足有钱 给她打过一个电话 当时是晚上九点钟 她在西安 她在 她的工作是记者 不中在西安做国庆节的一个采访 所以我这个电话刚刚打过去之后 第一个反应 她马上说的是 怎么了 女儿怎么了 你怎么刚打电话是你女儿出事了 我当时马上安慰她 不是不是 女儿出院了好 是我打电话找你 那么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 我的先生马上第二天就回过来了 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 我发现从来没有给她打个电话 我马上解释 不是的不是的 她非常惊讶着 她问那你这么晚张 我什么事 我说 我呢 今天听了一场传统文化的论坛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 和感动 我终于发现 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女儿 不称职的太太 也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媳婦 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所以今天呢 我先跟您说一声 对不起 我错了 那么我呢 想问你一下 如果你现在没有女朋友 你的生活没有发生新的变化 你是否同意和我复婚 当我把这个话说出来的时候 我当时很紧张的心情 一下就放松了 我就听见我的前夫 在电话室那边沉默 然后其实是粉丽 她流眼泪了 师傅跟我说 她激动得流眼泪了 她因为在离婚的时候 她这次我们见面了 她说 你记得你当年是怎么跟我说的吗 就是八匹马拉我回来 我也不回头的 我们俩没有戏了 各走各的路了 所以当我把 要出婚的决定告她的时候 她非常的激动 然后陈寅跑上时间之后说 我同意 我同意 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对于这个决定 马上就在去年的国庆节 我们分手八年来 第一次坐在一起 而且我先生呢 还抱了一股 特别特别大的 玫瑰百合 来到了我的面前 所以觉得一下子 非常的幸福 然后我们双方就确定下 不婚的这个决定 那么今天呢 我也把这个结婚证 给大家带来 这个结婚证呢 是我们年前刚刚办理的 结婚证 大家也看到了 大家也看到了我又把我们第一次结婚的结婚证 是1991年版本都不一样了 但是呢 基本历史汉汉汉 我们俩的八年的这个疑惑 但是呢 今天我两个人 放在一起 是传古文化的论坛 让我这个人身上 发生了重大的新闻 那么这个新闻呢 是传古文化带给我的 非常巧合的是 我的本学生呢 学的是新闻 我呢 透过发展的记者 研究生之后呢 我现在在这中央财经大学文化语团 美学院新闻系 教的是新闻 可是我从来是采访别人 没有想到我这样的人 居然是被人采访 说的是传古文化论坛 在我身上发生的重大新闻 真的是 太是新闻了 谢谢林秦老师 真的是让人高兴的一件事 八年又复婚了 那么家人听到了你这个消息 父母听到了你这个消息以后 那他们是怎样讲的 真的是 我 我就想起一个成语嘛 以前我们听说 叫开手称坏 我讲 这个词放在我身上 也是一样的 当我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我的爸爸 爸爸已经七十岁了 他是七十岁的老人 脸上笑得跟孩子一样的灿烂 真的是合不拢嘴 那么他呢 前些日子 有些也参加了这样的一堂 问谈 当时也上台跟我一起分享 他说 真的是弟子归好 弟子归好 和儿家 我爱说话 重复了两遍 弟子归好 弟子归好 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从小到大 非常的任性固执 我离婚这件事情 对父母伤害非常大 他们真的是想不到 一场文化论坛就让我回头了 所以老人家非常地开心 那么我的婆婆呢 也在广州 呃 当他听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 我的婆婆是哭了一晚上 这个哭是高兴的哭 他也没有想到 这么多年来 我居然能够复婚 那么这是我们 双方宝人的情况 甚至这样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我的朋友 刚才我听 小明老师分享的时候 我脑子里马上就想到了 春节前 我收到医疗转信 是我们罗华成员学院的院长 在春节那天发给我的 他说 听闻您和孩子爸爸和好如初了 我们学院的全体老师和同学们 为您烙幸 祝贺你们 所以这样一件事情 是引起大家拍手更快的 这么一个担心的事情 其实我参加论坛之后 我也听了很多老师这样的分享 我也想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凡事都是有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 那么我有这样的一个福报 和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听到传统文化的论坛 那么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件事情 它之所以让我回头 我反思了很长时间 我也终于发现 其实是我的父母 给我造成了很好的德性 那么今天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周一里的那句话 既善之家 必有独于庆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的家里 那么我从来也没有想到 我父亲四十年前 做的就是把援调停工作 专门调解离婚申请 那四十年前老人家 做的离婚申请 他的这个办事的态度是 非常严肃认真 是慎重的对待 每一宗离婚申请 他的口头禅是 宁拆十座桥 不悔一座婚 他经常跟我们说 离婚门都不行 甚至窗 连窗户都不开 那么他是怎么办呢 他曾经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有一位内蒙古的男士向他提出离婚申请 我父亲接到这个申请之后呢 没有马上就披护他 然后就是自己主动的到内蒙古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去调查这位男士他的爱人和孩子的情况 了解完了之后发现 他们的感情基础还在 不适合离婚 回来之后呢 就把这男士叫在身边说 人民付给我的权利 我呢 离婚这件事情也让人民来决定 我如果你呢 这个申请的书 你回到你们内蒙古的小山村 如果团村的老百姓都在上面同意签字 那么回来我二话不说 给你进行批准 那么当时没有一个人是在上面签字的 所以我不心不知道为我做了多少件 多少高这样子成人之美的事情 那么四十年之后 这样的一个作用力 也就陈老师讲的能量 让我在离婚八年之后 又挂了回来 你说这不可思议吗 非常可思议 还有一个事情呢 也想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我刚才说到我的爸爸 我的婆婆 那么 我的母亲呢 三年前 因为一线癌过世了 那么我在理事厅 常常发作谈的时候 各位老师在分享 自己的经历 谈到不孝顺父母的时候 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意识 我觉得我从小学习也好 对父母呢 应该也非常孝顺 也使得花钱 可是我从来就没有想到 我自己婚姻的不幸福 离婚就是最大的不孝 那么当我想起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 我妈妈给我留下的半句遗言 在三天前的时候 当老人家跟我说的时候 我还没有意识 我还不觉得后面是什么含义 那在灵运中前 我母亲头脑非常兴起的时候 抱我们姐妹四个 交在身边 给我大姐说完之后 轮到我了 老人家又说了一句话 她说我嘱咐你 我嘱咐你一句话 我就非常认真的 竖着地去听 我在一个头听了半天 没有声音 我就看我妈妈 瞪着眼睛看着我 我说妈你说呀 我给你想处过什么呢 很长很长的时间 我妈妈就是看着我 我当时我没有料到 历史的方法 我身里的那个意思去想 只要最后 最后面那句话 也没有说出来 朗朗故事之后 我还一直纳张 一直在想 我能不能到底想 主妇我什么呢 真的是 各位朋友们 我只是在一百天前 沈阳传主梦话论坛上 听到西亚加老师的音乐课 我突然间想明白了 我妈妈告诉我 后面的那句话 是什么 她是想让我复婚 可是为什么老人家不说呢 第一 我非常信心 这一项 巴黎妈妈拿过来 这个性格 她知道 如果我说出来之后 我当时不情愿去复婚 她怕我违然 第二 如果我当时勉强答应了 以我的性格 也完全做不到 而为了老人家的遗言 她怕我心里留下沉重的心理负担 所以老人家生生的是把这个 主妇又一样两下沉重的心理负担 所以母亲恩德如山 今天呢 我也把我的结婚证带来 也想借武南江文化论坛的这样一个机会 请允许我 对我的母亲 请他老人家 也听我发生内心的忏悔 三年前的遗言 我今天才明白 虽然来得迟了一些 妈妈 我也复婚了 今年的春节呢 你的二姑爷 说我 我们都到没有坟前 去看过你老人家 你肯定也看到我们了 这是一个非常高兴的事情 因为 季子彬说 是死者如是生 我现在也预认了 你离开我 如果您在世呢 肯定我会把您带到 冷盘的现场的 我想你肯定非常高兴的 刚才可能老师说 一婚对孩子的伤害 您对我的女儿 对你的外少女那么的疼爱 您终于可以放心了 而且妈妈 我告诉你 我参加了 传统化的论坛 我终于明白了 您的二姑爷 你真的是不孝顺 您知道 您好几次跟我谈 您生我的时候 这次的孩子 最痛苦的一个人 我真的是 终于明白了 我的生日 就是母亲的受难日 我来到这个时间 让你承受了 那么大的痛苦 而我四十年来 给您带来的伤害 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 连您您命中的时候 都不得安宁 我这个不孝的女儿 今天当着全体 母带江不老乡亲的面 向您忏悔 妈妈 我错了原谅物 真正的妈妈 全面已经不孝的女儿 我们直到回头了 我们一定改 我今天拿来的结婚证书 很轻 可是 她的责任很重 因为我懂得道理了 做人的道理 做女儿如何做 做太太如何做 做妈妈如何做 第一句中有一句话 叫一阴一阳之味道 我明白了 爸爸 妈妈 男人 女人 合成一个家庭 叫一阳平衡 如果我们的孩子 单跟着爸爸 单跟着妈妈 离婚 就是不音不声 不羊不长 对孩子的伤害 这是无法形容的 我终于明白了 爸爸妈妈的手 紧紧握着孩子的手 我们才能一起 向着幸福的生活走 十年前结婚的时候 怎么就不觉得 叫婆婆的一声妈 怎么也叫不出来 所以真的是 以前从来没有 叫过婆婆一声妈 更何况 很快我和先生就 离婚了 我也把一股怨气 也撒到了婆婆身上 所以呢 对婆婆 很不恭敬 当我明白了 传统话诺坛交给我 婆婆也是妈 所以今年的春节呢 我真的是 好像以前觉得很难为情 叫的那声妈 非常非常自然的就叫 而且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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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围在这个小火炉 旁边 一家街口 非常非常合物的交谈 而且 她家是农村的 我这个所谓城市的儿媳婦 第一次呢 也在那个农村大锅造田 炒菜做饭 弄得身上全身黑的那个煤烟 我也觉得特高兴 我特开心 这样的那个情景啊 真的是 他们全村的人也到那儿去 进行祝贺 所以我也非常的开心 刚才呢 我还看到了那个老师把童子像 秀到这个请到的台上 那么我最后我也想 非常激动的 那个当时看到她的一个感受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呢 现在也是一名人民教师 我自己的家庭 要往好的方向走 我也呢 像个童老夫子的像 正宗的发誓吧 我作为一名老师 我一定要学为人师 行为师范 把传统文化的 这个经典的教育 传授为我的学生 以及更多的人 让我的学生 能够接受圣贤的教育 都成为有道德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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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